嗨!CAMERA!我是KRL 斯丹 你又来到老崔了 今天想跟大家讲一下 加拿大最厉害的一个机构 不是警察局 不是军队 不是消防局 在哪里?在哪里?最强劲 是不是医生? 也不是 是CRA 税局 加拿大的税局很厉害 今天将会跟大家讲一下 关于税局的两个小小的新闻 听之前,大家一定要先追踪我这个频道 记得订阅、留言、分享给你的朋友 告诉你的朋友 这个频道有美国和加拿大的资讯 经常有很多不同的题目 要和大家一起讲 记得还要追踪我的主频道KRL 当中会有很多生活的影片 有很多旅游的影片 都会在那里和大家一起分享 刚才说到 这个CRA最强的部门 全加拿大最强的部门 是最多人手的部门 究竟怎样呢? 有两宗新闻出现 有一宗是在多伦多发生的 叫Brandon 这个地方 在Ontario那边 这里有一个男士 在他的报税表里 虚报了3,400万的慈善捐款而被捕 这个男子也认罪判监3年 3年我觉得也算少了 CRA表示了 这个疑犯叫Brandon 在一间公司里 做一个税务准备的合夥人 他帮其他公司做数 在2004年至2006年 分别是帮30多名顾客 在他们个人所得税当中 申报3,400万的慈善捐款 我们在报税的时候 都会看到有一项 有什么捐款 如果多过某个金额 是可以扣税的 但我知道有些人 是会报这些款项的 可能实质上没有一个收据 但他多多一点 一百几十真的会有机会报 也不奇怪 但其实这件事是不对的 我之前几集也有提及过 Cash 工 有很多人收着Cash 然后就不逃避税款 其实对我们来说是非常不公平 对我们要交税者来说 更加非常不公平 大家都一样辛苦 为什么收现金会比较好 以我所知 夸张到CRA是怎样的呢 你知道 去到一些food court 这里是很流行收现金的 他们会怎样做呢 CRA真的会派人 假设顾客坐在food court里 和你的店铺数 究竟你有多少个客人 哇 恐怖 但真有其事 所以说CRA 真的是最强劲部门就是这个 而刚才说了 这个犯罪者 为了虚报一些金额 三千多万 这么多年以来 帮三十多个客户 报三千多万的慈善款 当然了 他不是没有捐款的 但不是捐了三千四百多万 而当中 他会从中收取10%的费用 但他就没办法逃避加拿大法律制裁 他承认了一项有超过五千元的欺诈罪 所以就被判处 监禁三年就算了 不知道追不追得回那些费用呢 如果你说追捎 CRA就近期刚刚公布 在7日之前公布 在加拿大日之前公布了 加拿大税局CRA正在加强追讨 Covid 期间多发的一些福利金额 而目前是超过90亿加币未偿还的欠款 即是给多了你 你现在就要还回 但叫了你你还没给 有很多西人打工 当然很多有钱 撇除了那些 但有很多基本生活的人士 真的餐饭餐餐清 那你叫他吐出那些费用 很难啊 怎办啊 真的没有 你给了他都花了 在哪里吐出那些费用呢 CRA已经层出不穷出尽方法 多说一些资料给大家听 CRA表示 他们7月开始 会透过法律的警告和手段 去追回多笔款项 九十几亿 加纸 这个措施可能就包括了 直接扣除工资 哇 真是敢死 直接在你的户口里拿 不用问你了 在你的银行当中扣除这个款项 哇 真的有少少钱都扣了你 不过 就这样他们表示了 只不过 是对一些没有回应 或者不合作的人 就会用一个以牙还牙的方法 或者是采取法律行动 就是收回这些款项 CRA的发言人 就在一封电子邮件当中表示 他们主要目的都是鼓励他个人 或者是相关给多了钱 而未还钱的人 就希望跟他联络 希望就算你没有钱的话 那会不会有一些债务的方式 债务重组 去叫你勾回这条款项 其实之前 都会有一些 你猜到的 没有能力去上还债务的加拿大人 其实他都会提供一些制定的计划 税高都会帮你提供制定的计划 说回这些负助金 救济金 究竟是什么 Covid 期间 就是进行一些先付钱 后审查的方案 有些人就是报 我没有钱 我没有工作 我停工等等 他可能就 哎 失业啊 给2000元 2000元 但原来你有工作 很快就找到工作了 或者你有些cash工 或者有些part time 你做了 那些收入 其实不应该是收2000元的津贴 或者是救济金的 那你现在就要吐出来了 那税局怎么知道呢 因为你要报税 你报税的时候 自自然而就会有差额走出来 我给多了你 你现在要还给我 对不对 那这件事又 没口口非 事实上不是你的钱 但虽然下了你的袋 但你也要吐出来 对于我们要交税的人来说 这也算是公平 其实税局也有用一个方法 他说他在2022年5月的时候 就透过一些信件 就鼓励自愿还款计划 其实我看到这些都害怕的 如果你比我 我比我怕事一点 我看到税局那张信我害怕的 所以你真的不敢来 如果你说什么自愿还款 你来多少我给你啦 我免得你搞我 但原来还有90多亿是收不到回来的 然后这个CRA就发出了很多 一些叫吹款信 吹你缴花款项的信件 亦都透过电话去联络他们 亦都开始用一个抵消的流程 例如可以在你的退税当中 不如下次你退税的时候 我扣一些出来 或者一些福利金 会不会从牛奶金那里扣出来 以这个叫做资金来底上 个人欠政府的债务的方式 刚才我所说 其实这里的人真的不是个人很有钱 有很多西人都真是参粉参参清 明明你做够多少年 5年就有15天大假 他们的钱 因为公司每个月都给了钱 他代代平安 代代平安完之后 根本他就不太想 在自己的钱包拿出来 因为他当请假时 是变成低资金 因为公司每个月分期已经给了你 例如他有12天大假 每个月就给了一天的钱 但在他们来说 如果他突然之间低资金 即当了低资金 其实就给了 对他来说 面对的困难也挺大 所以你说CRA是否很容易收回这些钱 尤其是现在经济这么困难 经济真的越来越困难 我觉得比早两年 比Covid期间更加困难 也不奇怪 你见到失业率已经去到 多伦多的7.9% 上次说 Alberta是8.1% 所以你去到这样的经济状况 你叫他还要在户口扔一些钱 交租也未必有钱交 这件事真是 不知怎样算好 这件事大家要小心点 全国加拿大最强机构 CRA 真是最强机构 CRA都有表示 有很多人有反对 有dispute 就是他自己觉得 我是有权取这些金 怎样都争取下 我相信有些人一定是这样想的 他就说 大多数的情况 都是一无了然的 为什么刚才所说 就是你有捕损 你是真的有收入 你真的有坏单 你没得抵赖 你一定会有些钱 但现在 到目前 仍然有1000个人 在联邦法院的调查当中 提出了质疑 即是他们反对 现在还在复合 但是他说 有绝大部份 其实CRA提得出来的话 你都很难拗 其实 已经有证据了 当然了 你收到一些 催你绞交款项的电话时 真的令到你很不开心 但是 我们这些要交足税的人 如果你又有着数 而我又没有着数 就好像有些收现金工 现金工 你不用交税 但我要交税 其实对我来说 你个人来说 你觉得对你一个人没有影响 对你一个人没有影响 但事实上 整个政府的支出 就是靠税款 而我交了税款 是不够支出 加税的话 又是加到我们 其实到头来 都是我们自己吃的 所以大家公平一点 交足税 报足税 当然 合法如何减免税款 当然是需要 这些就要资讯你专业的会计师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今天分享到此為止 記得追蹤我的IG、Facebook 以及我主頻道的主頻道 以及訂閱我的頻道 給點讚、留言和分享給朋友觀看 美國、加拿大資訊盡在老七 下集再和大家分享其他東西 就這樣 拜拜